今天婚礼攝影101 我們請到今年已經踏入第十年 亦有很多香港名人 都找他們結婚 當時都找他們租婚紗或訂做婚紗 Marie Biddle的創意人Catly 今天來接受我的訪問 講解一下一些未來最流行的婚紗 首先介紹我們意大利的牌子 叫Nicol Sposa 這個牌子的特色 它是比較著重一個Volume 它比較多層次 所以拍出來的效果會比較豐富 但是它比較重身 所以如果這些拿出外景的時候 就會比較不太適合 因為比較淪盡 但這一類型的婚紗 適合哪些新型的新娘子呢? 因為它是深型胸 下身比較大 所以適合上身比較豐滿 或者它想拉回收場效果的身形 這些都會拉長 深型胸就會拉長的身形? 拉長的視覺效果 譬如它這個背部 它也是有一點點 窩 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它會後面看出來 也都會有一個收場的效果 看起來比較高一點 對 也都可能有些新娘子 可能覺得 我下身比較肥 比較豐滿一點 我想遮的 這些類型的婚紗 都會適合的 因為它比較大 就可以遮住它想遮的地方 OK 這個Volume 我都挺喜歡拍這類型 因為我覺得拍照的時候 那個陽光透視 是很漂亮的 這類型的衣服 而且這類型 因為拍出來的層次感豐富 所以就覺得那個視覺效果 都會漂亮 對 覺得很喜歡這類型的衣服 所以很多新娘子都喜歡 因為它比較夢幻 另外我們介紹一個 叫做Kitty Chan Couture 就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這個是一個華裔的設計師 所以它知道我們亞洲人的身形 而去設計 所以它會遮到我們身形比例 還有它這個牌子是比較著重線條的 OK 還有都會比較 這個屬於Mermi 對 這個款式有很多釘弓 對 很厲害 它為什麼裡面是會做Lootstick 因為給別人感覺 就是有一個師傅的效果 這個位 沒錯 基本上是裡面 對 對 中間它是師傅 它是一個比較DEEP V的設計 這個也會適合一些比較 可能它下身比較瘦的 它想穿魚尾 這些類型也會適合 魚尾我發覺都挺黑人穿的 是啊 如果你的身形不高 或者是否胖一點都最好不要選擇這類型 沒錯 但當然不是每個身形才適合 但也不是說難 carry到我完全 啊 一定要摸到身形才選擇 不是的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的 因為 既然有女性的身形 對 因為現在的婚紗 它的Cutting 可以幫你遮到 突顯 你想突顯的線條 譬如那個Hit White Cutting上面都開始改進了 沒錯 哦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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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輕一點的 所以是適合一些 可能它的婚禮 不想太 夢幻太fancy 啊 還有比較feminine 一些的 新娘子 而且我看的顏色不是全白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它想入少許衣服的效果 那就拍照 或者別人見到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去試乎 我覺得中國人穿衣服 我覺得挺好看的 是呀 是呀 亞洲人 有種sexy的感覺 我都挺喜歡亞洲人 我都想不到亞洲人穿不到顏色 如果太像我們膚色 那件事會突出不到 不會 好美 我都不見過 這裏還有一個薄 很有趣 沒錯 因為這個是剛剛2019的新婚紗 來的 所以現在的trend 它是會有一點點 剛才我說的純罪感 也是 然後 有一些 有一個strap 有strap的分紗 都是現在這幾年輕的分紗 以前就不是這樣 可能全部都locut 現在反而不是 他們很多都會喜歡 有strap 有strap 其實有strap 不要以為會肥 因為它會拉回 又是視覺效果 視覺上變成好像 V 沒錯 V的cutting都很重要 新人記住 其實可以試一下大膽 穿一些吊帶 改具款式 就不用那麼傳統 一定要傳統 就locut 這個就是ADK 這個也是一個意大利的牌子 你會見到 其實它 這個更厲害 很輕 很輕 然後又是比較聚 其實聚一點 和輕一點 你拿出去外影 又或者大約日 你都會輕鬆一點 因為現在 可能很多客人都選 日後的reddit 比較簡單 所以他們不一定想要一些 那麼重釘工 那麼重 那麼 bulky 的分紗 他們會喜歡一些 輕一點的分紗 所以現在就是 現在所說 經常都說 輕分紗 輕分紗 這個ADK 都是屬於意大利的 這個特點 除了輕 用紗 Restor 都知道 很輕 這種也是很喜歡的 起碼 它自己 擺動的時候 那種 Floating 那種感覺 是很漂亮 或者背肛 剛剛打進去 那整件事 他們說現在的 很仙氣 仙氣 仙氣 對 就是這一種 的分紗 所以現在 要相對整件事 配合 或者要什麼風格 連結婚紗 我覺得 整件事是 半功倍 還有你看到 這個婚紗 裡面是師傅的 對 對 已經輕了 為什麼呢 上面這個 其實是一個拉 拉 做回那個支援 所以就不會 切掉這個毛 因為要有一個拉力 這些會不會 新人覺得安全感大一點 都會 會 但其實看不到 因為你拍照 全部看不到 我在說裡面 中間的腰線 這些類型的分紗 適合一些 腰線 可能比較短一點 或者比較粗一點 但是他想遮住它 所以反而師傅的視覺效果 就會顯得它 瘦 對 所以師傅反而會 看得到很瘦 對 對 所以師傅會看到多一點 會 反而因為他的感覺 會比較少 布 會比較適合 所以視覺效果 會比較瘦 而且這個 也有垂墜感 所以 就會顯得腰線 這個位置 會比較平 然後又輕 所以會比較瘦 所以每件分紗 其實都有它的學問 是啊 是的 每件分紗 有它獨特的自己的見解 沒錯 獨特的設計 所以現在都流行 這幾年 這兩年都流行一些師傅的分紗 不要怕 會不會很sexy 不會 反而整個感覺是高貴 還有一個肖立 下一個影片 我就去看看 Kelly介紹 如何選擇自己適合的分紗 又或者 如何去保養分紗 好嗎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